再来带给您的现场消息是台中市在昨天晚上有一场火警 虽然这个火势不大很快就被扑灭了 但是也延烧到了好几家的店面 而店老板呢他们一早起床清理的时候就觉得说 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还被火波及到实在是非常的倒霉 现场连线给我们的记者叶佳文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排的店家呢是全部都拉起了封锁线 因为在昨天晚间11点多呢是发生了火警 而火势呢一共延烧了八间的这个店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里头物品呢全部都堆放在里面 全部呢都是被烧毁哦 而这个房子呢这个装潢铁卷门呢全部都是被破坏 而店家呢是站在这个店前面呢看着被烧毁的这个店面呢是十分的无奈 因为就快过年了 我们来听一下老板他怎么说 快过年了 快过年了 然后现在遇到这样会不会 没办法出货啊 很惨啊 因为我们这个是做医疗器材的 医院要备货啊 所以没有货啦 那现在怎么办 不知道啊 重要是这几天 我们这几天要把所有的货交去客户那边 因为我们再过来会修长假 就是长假这当中这个货啊 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啊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老板表示呢 说才刚进一批货 因为过年前呢要准备通通来出货 但没有想到昨天晚上一场火警呢 是造成了他上百万的损失哦 而不仅一直一间店家这个火势呢 一共延烧了八间哦 而当时呢 这个消防队员呢 是经过了快两个小时的抢救 才将火势扑灭 但是由于呢 现场没有火场还没有进行鉴定 所以目前呢 店家呢是不能够进到里面来整理他们的物品哦 所以他们只能站在门外呢 是焦急的等待 而就快过年了 店家受到这场火场的 火警的搏击呢 是非常的无奈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交给棚内